原调 agents yea 嘖 尽来穿衣服回家 别打扰睡觉 你把晓宝一个人所有家里了 古栋看着呢 你以后还发火吗 你怎么又问呢 那我问你还发不发脾气了 绝对不 你说的 我也想小宝 快走吧 你就想我吧 我就是你小宝 抱紧点 小宝饿了 小宝想吃奶 小宝 谢谢大家 快离我们袜子小店 以后大会儿要买袜子 就到我们店里来 我们店里的袜子呀 是又便宜 质量又好 好 保丽 今天来这么多宫友捧场 你说两句吧 我想说两句 谢谢各位我们帮忙 好好好 要不 里边看看 里边看 里边看 好 来来来来 来 里边 里边 到店里看看 袜子 可以呀 这袜子 进口的 就是贵了点 你看看这质量 跟你说个事啊 怎么了 你猜呀 不想猜 挨说不说 我说 说行了吧 快说 那个 要调我去常办了 当常办主任啊 你忘了 上次我在那儿跟你说过了 我知道啊 我记着呢 但是也不可能这么快吧 我闻才好啊 我年轻有为啊 还有 跟你也有很大关系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忘了 大眼睛 算鼻头 圆咯咯咯 我怎么就是算鼻头啊 你呢 我 你这鼻子长得挺好的 是啊 我七岁半的时候 人家说我有官孕 怎么看出来的 就是通过这鼻子啊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还要你看啊 给我上了小宝 得福气 那你以后别老跟我摔脸 就看了 别老训我了 我保证 你要当厂办主任了 你怎么觉得 福吗 嗯 厉害吗 厉害 叫一声 什么 叫一声 叫什么 主任哪 我又不是你的下属 我是不是一家之主 是 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 听你的 叫 好 马主任 再叫一声 马主任 把马主任的办公用品 拿出来啊 没了 那里还有 你先把马主任的办公用品 你把马主任的办公用品 一开始 你把马主任的办公用品 要把马主任的办公用品 估计是他们来了 好 那我先挂了 再见厂长 来 前进 那个厂长给你来电话了吧 刚挂 吕欣欣大学毕业 学中门的 是的 灵副厂长 这是厂办马主任 马主任好 你好 厂长的意思呢 是安排在打字使 等以后有了指标之后再转正 我知道了 那我带你先去打字使看看 嗯 走了啊 马主任再见 再见 再吃口菜也别老吃饭 对 那我吃完了 好嘞 写作业哦 嗯 哎 马晓宝 我让你写作业 你怎么把电视机打开了 我看会儿监视 你写完作业再看电视 我不 你不 我也不 马晓宝 你赶给我开一下电视试试 我就要看电视 怎么了 我不让你看电视 不怎么 我非看电视 那你看呀 你看呀 说着 哎哎哎哎 孩子叫什么去 看了看了 看什么看 你没听他给我讲嘴啊你 孩子嘛 再说了 这少儿节目就这点有 过了一点没了 是吧 小宝 嗯 你说是 不让孩子看电视 那就是没童年 我就这样 你这种教育方式 他就能上大学 就能要出去 是吗 那你管我不管了 你看 你教育啊 你生气了 解头眼 解头眼 哎呀 他得跟你谈谈话呀 我犯什么错误了 你要跟我谈话 是吧 什么思想 谈话就是等于犯错误吗 那假不假设的 主人架子又摆上了 在家老插着个腰干嘛呀 这没架子了吧 这绷着个脸谁欠钱啊 你都会离开 旧人家的 真价是 一叫做 一叫做 一叫喝水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当骂似的 逮谁跟谁说 万一有人给咱们释怀 会有人释怀吗 当然 也没人敢给咱们释怀 我说是万一麻烦 真的呀 你放心吧 谁我都不会说的 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 你先等会儿 我还有一件事 好事 当然是好事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坏事 你进场的事啊 快搬成了 真的假的呀 我已经看到了 我也进场里了 我也成正事工了 低调 一定要低调 别跟林局招骂似的 得谁跟谁说 你放心吧 谁我都不会说的 那我什么时候能进场啊 这事还不能太着急 现在还有点麻烦 我还在运作当中 上下还需要大电 今天林国栋就等了一个 小丫头骗子 他问我 我能同意吗 坚决没同意 对不对 那他的条件好 还是我的条件好 当然是人家了 大学生 漂亮 年轻 我不年轻了 我不年轻了 年轻 我不漂亮了 你别漂亮 看你的表情 那我也争不过人家 我是谁 承判主任 不要忽视我的存在 不要忽视我的存在 这孩子 孩子 我都看见了 羞羞羞 问他 要说 那你对oons 你还不说 你要呢 不要忽视你的 我不是 就像 小吕 林副厂长 我还以为我来得算早呢 您也够早的 不错 好好干吧 林副厂长 我想问一下 像我这种情况 什么时候可以转阵 时间倒不是问题 关键要看有没有名额指标 你看 咱们办公室马主任的爱人啊 已经排队排了好多年了 一直就没有轮上 如果这次名额下来的话 你和他的排名 都是最靠前的 你是沾了学历的光 大学生就是吃香啊 好 不错 好好干吧 按照您的意思 我给您挑了一套 四面通透的收养局室 关键还能看见江景呢 绝对的好朝向 有时间啊 您带着爱人和孩子去看看 好房子 绝对的好房子 马主任 这钥匙啊 我还一直帮您揣着呢 您拿着 那她就不客气了啊 这是什么话呀 咱们谁跟谁呀 请进 刘科长 马主任 你也在呢 要不你们先聊 那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就说吧 没事 我就是想问问房子的事 我跟我爱人 还有我妈 都挤在一间屋子里 这怎么可能呢 你还没转正呢 这么多老同志 不都也没房子吗 再说了 分这批房子的时候 你还没来 也没凭上分啊 没事 我就是问问 我先把我的难处告诉您 以后要是有了房子 得劳您费心啊 行了 行了 好好工作吧 要是有老同志 腾出房子 会想着你的 谢谢领导 那我先走了 马主任再见 刘科长再见 我们今天要 Konsimon 有什么时候 明olo 马主任 您慢走 看看 只怕我气得气晕了 马淳 马淳 有事您给我电话 不用您金子来一趟 马淳 慢走啊 小吕同志 怎么了这是 没事 有什么问题可以跟领导说吗 我妈心脏不好 老要住院 我爱人去海口了 想让我跟她一块去 可我哪走得开啊 其实啊 海口也挺好的 我也知道 可是 我妈需要人照顾啊 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没事 会好起来的 马主任 您人真好 好 喂 别哭了 赶紧回去工作吧 喂 又我 董董 我还真找你呢 有事无理说 好 怎么 有什么好事啊 赵公子不要下来了 我刚去的电话 你猜几个 五个 三个 对 难不成十个 一个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不会呢 标准件厂连一个都没有 这叫什么事啊 秀娃 这我得跟你商量一下啊 你看 保利这回 你是不是想说 让保利把名额给让出来 不是 我这我先跟你商量商量啊 不行 保利等了多少年了 年年都让 年年都轮不到我们 不管怎么着 今年 就今年我一定得把保利给弄进来 不是 可是那个 吕欣欣 人家大学毕业 又是学中文的 文笔也不错 正是咱们厂正需要的呀 本来给人放在打姿势 就有点受委屈了 不过好在她打字也挺快的 保利也会打字 吴比也挺快的 是 可是保利她 学历是不是低了点 我说你看啊 你呢 刚分了房 这回再把媳妇调进厂来 这别人会不会说什么呀 我看是你要说什么吧 别不是好来人啊 我这不是跟谁都没说吗 先跑这儿来跟你商量商量 那吕欣欣什么背景啊 应该没什么背景 听厂长的意思 可能以后让她进厂办吧 来顶替我 想什么呢 想多了啊 她才多大呀 顶替你还扫着呢 这么说 是厂长推荐的 应该不是 他们俩以前应该不认识 郭董 他们这么多年朋友 不管怎么说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这你要非不让的话 那我也只能帮你了 谢谢 行了 那我先走了 小宝儿 妈做的红烧牛肉 红烧牛肉好呀 今天的不咸吧 好吃了 小宝儿 嗯 我去给你爸送点饭 你爸今天可能又加班呢 嗯 你好好吃饭 吃完饭你就写作业 听见没有 写完作业吃完饭我干嘛 吃完饭写完作业 你就看会儿电视 反正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妈走了啊 嗯 拜拜 回去怎么摘啊 走啊 乖 老板 别以为自己是个大学生 就了不起啊 我负责写稿子 你只是负责 原分不动地把它给我打出来 你没有权利改我的字 懂不懂 懂不懂 对不起 马主任 我错了 我再也不会了 要客观地冷静地分析自己 是干什么的 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 行了 我很忙 把这个拿走 再打一份新的给我 你来啦 刚才没看见你啊 我看见你了 我知道 干嘛那么凶 小姑娘 她小姑娘 结婚好几年了 你怎么知道人家结婚好几年了 我当然得知道了 查她当案了 那可是咱们敌人 情敌啊 别废话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 我们场只有一个进场名额 她就是那大学生啊 情敌 牛肉啊 我一猜就是宝丽来了 说狗的 说狗的 闻着味儿来的 你说什么呢 你们真是 国董 别再叫国董了啊 现在是我的顶头上司 要叫林厂长 林厂长 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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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叫林厂长 听 什么啊 我还是说 那她在家里 那个她也在家里 那她就让我尊称她为马主人 是真的假的 玩 玩 我 Ges我 你还是真有福气 有人给你送饭 是啊 我跟你说啊 这宝丽做饭那是一等一的 老李 能不能进场就要看林厂长的 干吗呢 那块大的 你看 这块大 好 怎么样 香 还不塞牙 挺好的 来 回来让季红到你们家去去京去吧 咱们马上住一个楼上了 你就带着孩子过来 我还行 马主任 我改好了 你们看看 行 你下班吧 付给你两百份 明天发的个车间 来 你看把人家给吓的 我吓他 在家老吓唬我 玩 玩 又玩 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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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认真啊 行的 认识吗 认识吗 好 好 这是什么呀 不认识啊 哪儿的 新房子的钥匙 真的假的 想一想自己 我帮你 有没有 有没有新房子了 几间房 几楼 什么朝向 低调 一定要低调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看 明天 我明天就可以去看 看我们的新房子了 都行吧 来 再跟你说一个事 明天看完房 直接就把工作给辞了 我就告诉林郡东 你彻底没工作了 咱们这回将他一军 把这唯一的指标 让给咱们 他不给咱们 也得给咱们 这事听我的 一切都听我的 那你跟这儿 傻了吧唧 看什么呢 我听你的 听你的 都听你的 我去让小宝看看我的钥匙 睡觉了 我让他闻一下 低调 我没有钥匙 好 好 好 宝丽 真不错 这么大的房子 多棒啊 真是客厅 真好 快 快 这边是主卧吧 这主卧 你的房间 多大呀 宝丽 这房子 回头墙上添点壁纸 小姐啊 这个房子是干吗的 洗手间啊 笨蛋 洗手间 你看那不下水在那儿吗 宝丽 在这个位置啊 安个浴缸 然后呢 这是马桶吧 这是安个洗衣机 齐了 那花多少钱 一分钱一分货 而且你这房子这么好 必须装得一次到位 知道吧 这还有个房间啊 这是次屋 正好给你儿子住这个屋 小姐啊 哎 哎呀 保丽啊 哎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你这叫江景房哎 哎 你说这要运起来了 这挡都挡不住 嗯 我做梦都没想到 你会有一套这么好的房子 哎呀 真棒啊 我站到这儿怎么会觉得晕倒啊 不要这两床了 这两多钱 这两床六块 这些都不要了 这些不用了 好 拿你四块啊 喂 哪位 什么 进医院了 哪个医院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 我马上过来 王丽 我爱人脑衣血 送医院了 我都赶快过去 你等一下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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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拿着有用 那样 我走了啊 别急啊 请进 警察长 刚赶一好的文件给你 谢谢你啊 小吕 还有事 有 我就想问一下 转阵的事 我给你 是这样啊 小吕 实话是说 这次的指标只有一个 上次也跟你说了 咱们马主任的爱人呢 已经排队排了好多年了 所以这次厂里研究决定 还是把指标给他 可是我 可是我刚进厂的时候 厂长说 只要一有指标 就可以转正的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啊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指标呢 只有一个 除非马主任他自己放弃 小宝 今天牛肉好吃吧 好吃 今天它吃的特别多 马跟你说 咱家的新房子 从阳台上看出去 全都是水面 特别漂亮 小姐阿姨说这叫江景房 马达如果能带我去看呢 马改天带你去看啊 太好了 用她说那叫江景房 那房子是我定的 你爸厉害 你爸最厉害 人家小姐夸你吧 用不着 他是什么人啊 视力眼 原来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成天说我坏话 成天输了我 现在要当了厂办主任 你看看 你看看吧 你当厂办主任 人家求你什么了 话递过来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原来成天在 正间那儿说我坏话 咱俩都结了婚了 他还把你们往一块儿搓合 什么人呀 我就这么一个女朋友 什么人呀 他也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我觉得你最近说话的 口气老是怪怪的 是不是 我说话坏是吧 那咱别说了 行了 不说就不说 别理你妈 别理你爸 你不是理我吗 我这事得说 跟你们常常说了吗 没有 你们还不说呢 他爱人脑衣血进医院了 我总不可能追到医院 跟人家说我不干了 不是 我没明白啊 他爱人脑衣血进医院了 又不是他 这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在这个时候 我就别给人添堵了呀 机会很难得就这一次 过得头儿没得点 那不是纸票还没给我呢吗 要不等他爱人情况稳定一点 我再去说了 要是让你明天上班 你说不说 那能不能还我几天呢 不能 你说当初厂子没了 我也没工作 人家二话不说 就开了这个小店让我过去 现在人家爱人躺在医院里 店里的生意不好 正需要人的生活 抬屁股走着 我也不是这种人呢 你的意思是说 我是那种人是吧 你现在怎么这样 我跟你说不了话了 干 你这样别说了呗 不说就不说了 我告诉你 马修 我跟你不是一路人 你干吗去啊 干活着呢你 你说什么 想想几天 妈 你别理他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来找您看个稿子 一推门发现门没锁 我看您平时工作挺忙的 就帮您收拾一下 以后啊 只要您分付一声 我就帮您收拾办公室 哦 可能是我忘了锁门了 那天的态度 是我有点过分啊 我还能不能锁门 请见谅 没事 是我的错 您别生我气才好呢 下班不回家呀 我妈去我姐家了 我二人去海口了 我回家也是一个人 吃饭了吗 我不吃 减肥 你还减肥呀 那我想去吃口面鸟里去吗 好啊 我请您 来 马主任 擦擦手 说我上个卫生间 你也点这么多东西 马主任 我刚进场的时候 觉得像您这样的领导 肯定特别难接近 我没想到你这么贫易近人 好不容易请您吃顿饭 肯定要像样子呀 行了 你先坐下 这工作呀 是工作 同志还是同志 您每天为厂里的事情 这么操劳 这顿好的也是应该的呀 小吕同志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为厂子里工作 那是我毕生的追求和梦想 是是 马主任 你拼拼的对 可是您看这菜都点完了 不吃也是浪费呀 也是 下不为例 谢谢马主任 来 我敬你一杯 来 喝吧 这个 我进场之前 我爱人在外面做点小生意 条件还可以 后来 它就变了 变得越来越会算计 我们俩感情一直都不好 而且我母亲身体也不好 家里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都靠我一个人撑着 行了 小吕同志 不要这样 你这样被别人看到 会引起议论的 对不起 马主任 没关系 马主任 我刚进场 很多业务也不熟悉 以后还请您多指教啊 来 我敬你一杯 一定要把工作和学习 放在经历上 慢慢来 慢慢会成熟起来的 谢谢 马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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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 像我这样的新人 什么时候可以转转啊 咱们吃饭嘛 不谈工作 当然 当然 对不起啊 马主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见到您 就好多话想跟您说 慢慢来 以后机会有的事 来 马主任 我再敬你一杯 走 我再跟您说 老实有事 那些学区多大的啊 快去洗吧 早这么担家了 马主任 哎 我到了 这么快 好 那你上去吧 要不上来坐坐 扔个门 不 太晚了 改天吧 好吧 好 那 我先走了啊 等等 天凉了 冷 你上去吧 你上去吧 你先走吧 这送佛送到西嘛 那我先走了 明天见啊 马船姐 再见 天凉了 天凉了 看什么 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 到江边乐乐乐呢 我看见你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了 江边 神经病 你到江边干嘛去了 被你气得想跳江了 得了吧你 你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 和李家处走 你不是跟我没话说吗 你不是说去看门口老头下棋吗 怎么回来还有酒味啊 我喝了 跟谁啊 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 怎么了 到江边去喝酒 被你气的吗不是 怎么是我气你 你老发脾气 你还气不气我 那你还发不发脾气了 你还气不气我 我不气你了 那你还发不发脾气 上门了 上门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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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到点呢 我问你还发不发脾气了 行行行 不发了 行了吧 我去送小宝 小宝 起床了 小宝 喂 马主任 明天是您生日 这个是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 你怎么知道我过生日 前几天整理领导资料的时候 看见的 这有点太贵重了 没事 您别有顾虑 这是一点小心意嘛 这颜色你还喜欢吗 喜欢 那您就收着呗 那我先走了 马上 来 这颈疼了 慢点 慢点 快到了吧 到了 喘不上气了啊 没事 到了 真高啊 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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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不容易弄这套房子 这个 就这家 保丽 妈 穿口气 穿口气 看看看看 这是客厅 太漂亮了 这么大呀 跟厂子少礼堂似的 这边 这边 这是一间卧室 也这么大 全是朝南的 将来我给这儿 全部贴上壁纸 对对对 放个大厂 过来大厂 过来 就是花钱太多了 不怕不怕 这厨房 什么呀 这么大个厨房啊 我这辈子做梦 都想有这么个厨房 等我装修好了 你过来跟我烧饭吃 行行 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看看 厕所吧 卫生间 你看这多好啊 干净干净 这再也不用跟人挤着 上厕所了 妈 过来 过来 这边 这边 这儿 又是我 我天天 我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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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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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